中国学会上 先生称妻子都称太太 太太怎么来的 我问过很多人都不知道 太太就是周文王开过的时候 这三个妇女 周文王的祖母叫太将 他的母亲太任 他自己的夫人太四 这三个是圣人之母 这在叶家了 祖孙三代 叶家就出了好几个圣人 他会教吗 太任在怀孕的时候 就是怀周文王的时候 这事实上有记载 那倒不是假的 目不识物色 眼睛不看了 一切不好的东西不看 影响太耳 而不听音声 就是不好的声音 不善的音声 绝不听 口不出傲言 神与异 佛法讲的神与异 他都做到了 影响太耳 生下来的小孩 周文王 就是神与异 这个是说 从怀孕的时候就开始 在一般的时候 没这么早 一般大概都是 小孩生下来几天 这个大人就很注意了 这是中国的教育 从小炸下 能离到的根 它怎么会变坏呢 那不可能变坏吗 家庭如此 那么走向社会 社会的时候 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现在讲的公司很好 也都是如此 老板对员工 骄傲 教育重要 我们这几年 极力的在炫扬 头一个响应的 北京大方广 这是一个公司 老板努力过 他听了之后 很欢喜来做事业 所以他无员工 第一个月呢 零工资不上班 不必工作 干什么 上课 让你学一个月 上什么课呢 上第四个月 一个月学完之后 要问你 你愿不愿意参加这个公司工作 愿意 就欢迎你来参加 不愿意你到别的家去 就会做事业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如果我认识 你不愿意 就会做事业 你要不要担心